中共當局歷年公布的失業率一直受到外界質疑 有數據顯示 自2002年以來 無論是在中國經濟過熱或者是經濟困難時期 中共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一直維持在4%左右 近期有一項新的研究表明 中國真實的失業率可能是官方數字的兩倍 那麼中共為什麼不敢公布真實的失業率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報導 在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撰寫的文件當中 上海財經大學的馮曬璋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胡穎堯 以及羅伯特·莫菲特 對官方一份家庭調查進行研究發現 從2002年到2009年 中國平均失業率為10.9% 幾乎比登記失業率高出7個百分點 而從此前 中國人社部門 每季度發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的歷史數據來看 自本世紀以來 不論中國經濟增速如何變化 他的登記失業率長期保持在4.00%到4.30%之間 一位參與報告起草的經濟學家 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坦言 在我們頻繁地被告知 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多麼巨大時 對失業率真實數據的忽視讓人擔憂 旅美中國社會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那些以內退下崗方式被迫失業的 再就業又失業的社會其他人員以及農民工等 都沒有被官方統計進去 報告說 這些數據來自於中共國家統計局的城市家庭調查 涵蓋所有城市和鄉鎮 但作為數據來源的家庭調查 只涵蓋有本地戶口的人 因此排除了每年流向城市的數億農民工 長期以來 中共官方公布的統計指標中 通常使用的是城鎮登記失業率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授王江松表示 由於很多人沒有工作也不去登記 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 有這個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權利 登記失業率一直受到外界質疑 2014年7月23號 中共官方首次正式發布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 採用國際通用的調查失業率 來代替登記失業率 把這個真實的數據說出來 另外 這份研究報告還指出 研究的原始數據未涵蓋更近期的數據 因此無法知道最近幾年勞工市場 是否隨著經濟放緩而更加惡化 今年7月20號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了 今年上半年5.1%的調查失業率 並說6月調查失業率降至年內最低水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 中國的失業率存在低估成分 有些數據它是誇大的 有些數據是縮小的 根據政績的需要 地方政府可以誇大它那個GDP 誇大它的政績 升官發財 反過來講 有些數據就要降低 比如說失業 目前的失業導致了非常多的社會現象 出現了這樣和那樣的維權問題 最主要的是官民矛盾 老百姓想生存 而政府遏制了老百姓生存的權利 失業之後他們並沒有得到一個非常好的養老體系 跟失業新的救濟的系統 張健表示 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往下滑 失業率可能還會越來越高 在失業和醫療方面 老百姓都沒有得到應有保障的時候 這個社會一定會動盪 有數據就要時間 無縮的 力量 領虛